哈喽大家好 又到了放视频的时刻了 现在呢 由我给大家带来的一场视频呢 是一场Sky的第一视角的视频 然后呢 是前两天打ZCup的时候 特意录制的一场视频 而且啊 我的对手是来自韩国的知名的 不死族选手 叫做GoSpace 我相信有很多老的一些魔兽3的玩家 对GoSpace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 他是韩国的一名知名的 魔兽3的不死族选手 而且呢 他也来中国打过很多次比赛 当然他这名选手是一名很特殊的选手 他特殊的地方就在于 他的身体不是特别的很好 说说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没有听说过关于Space的消息了 但是在这次ZCup里面 就是我碰到了Space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意外 因为有一段时间 我在阿恩上和他呀 组上看新闻的时候 有听说Space已经停止魔兽3了 而且有很多其他的韩国的一些选手 比如说莫林还有Fox 我都问过他们最近有Space的消息吗 他们说都跟他的交流接触不是很多 所以说我都一度有点担心他的身体 但是现在很开心 在ZCup里面又能看到他 我觉得看来他的身体的一些状况 还是不错的 我也希望他能够一直坚持下去打魔兽3 也希望就是以后在更多比赛里面 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对了上个星期六 就是说我和神仙道所合作的 一个Sky的专区服务器已经上线了 已经运营了两三四天了吧 里面我也看到了有很多玩家 经常在服务器里面 也在讨论魔兽3等等 等等等等 魔兽3了 Dota了等等等等 一些就是和我们相关的游戏 如果大家也有喜欢 网游戏的朋友的话 也可以去那个服务器里面去玩 我以后也会在那里经常去组织上一些活动 来带给大家吧 但服务器的地址呢 是sky.xd.com 就是sky.xd.com 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 可以去多网上一下 OK让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里面 就是说我现在打Space 在这个比赛里面 LRD算我用的是一个双枪的开局 但是我们看到Space在这个 第一时间他就像Wave先知一样 就是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师僧提前拉在这个位置 而我也选择了第一时间把这个师僧打掉 毕竟这个师僧 如果你一不小心的话 他说不定还是能够 比如说什么惊天一摸了 什么鬼手 鬼手僧了 然后就把你的宝物 把你的怪物在最后一下给摸掉了 这样的话会让你比较难受的 OK又打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宝物 加血棒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第一时间的放掉 哎呀哎呀 这个农民哎 这个操作细节没有做好 一个农民被不小心的给 被怪物给拍死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看到DK也过来了 但是我选择了来围这个DK 能围到吗 围到了 哇 这个 这个地图地形真的是有点 有点喜欢呀 刚刚那么大一个口 但是DK却出不去 太只顾着操作前线 然后家里面采金农民 就到了七八个之多 没有办法 这是一场凌晨打的比赛三四点 那一天 那一天我同时打了三四个比赛 可以说是从早上就一直不行了 打到了凌晨的三四点 所以说比较的疲惫 在一些的细节注意上 就说做的不是很好 这些细节上 说这些方面以后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虽然再疲惫 也要尽力的要求自己 在这种反应能力上 在这种细节的处理上 争取做的稍微完善一点 完美一点 我们看一下Space还是 还是就是说是第一时间 派了两个骷髅过来 然后一个来继续追杀那个农民 然后我是选择了第一时间开矿 因为我看了一下Space的家里面 侦查了一下在前面 然后看到Space的家里面 是一个蜘蛛流的一个开局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就不是很害怕 对手的 对手会有很多狗 什么这样的情况 虽然我的兵力不是很充足 但我还是选择来强行开矿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没有第一时间来打 打掉那个最大的怪物 因为我知道对手会来抢这个怪物 但这个时候打掉了 选择来打掉了 因为我刚刚看了DK的身上 好像没有太多的魔法 有有 还有一次魔法 还要一次魔法 然后在这边我围了蜘蛛之后 然后我看好 然后双击回城 成功的躲掉了这发心 然后回城之后 我把这个加血棒给放在里面 对放进去 放在里面 然后第一时间来加血 虽然大法师暂时出不去 但这样加血 也会比较保险上一点 只用那个农民 用那个农民第一时间来 把那个雾头踩开之后 然后大法师就可以成功的出去了 OK这边因为分矿的农民 死伤的比较多 所以需要从家里面 拉上 拉上几个农民来 一起来踩 一起来这个 把这个基地给速敲起来 同时小地图上 不断的去侦察对手 这个细节 如果大家注意的话 一定要注意好 就是说你在看分矿的时候 一定还是要通过 小地图上不停的侦察对手 然后侦察好对手的位置 然后初期 那些加血棒能用的话 就一定要用到 因为这些道具 你在后期用的话 可能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在前面能用到 能起到战略性的作用的话 一定要就把这些道具 给用掉 让它起到在游戏里面 起到战略性的作用 以给自己很大的帮助 然后这边同时呢 会买上一个鞋子 一个单船 加上一个繁衍 鞋子呢 就不用说了 肯定是买上一双Nike 可以让你跑得更快 无论是追杀DK 还是说是去逃命 很多时候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然后单船呢 是可以再帮助你 能够第一时间 从地图的这一角 传到另外的一个角落 然后同时繁衍的作用 就是说是 万一对手在up的时候 给蜘蛛升级了一个埋地 那么如果有些时候 你发现有个蜘蛛 你快打死的时候 却突然打不死 因为它埋地了 那不是很尴尬 所以说买上 花75块钱左右 买上一个繁衍 比到时候 要杀一个蜘蛛 要赚得多 所以这些道具 在你不是很缺钱的时候 都一定要买上 这样的话 对你的后面的帮助 还是很有作用的 然后在天黑的时候 看完矿的时候 有了多月的钱和木头 就一定要买上伐木机器人 用伐木机器人的采木速度 比人租升了 所有的伐木速之后的 采木速度还是要快 快上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现在我就需要 不断的去侦查 Goal Space加 是一个什么样的打法 要思考好的打法 很多时候 然后同时来针对好对手 我并没有另一次 50块钱的一次 这个 50块一次的这个侦查 然后刚刚同时就看到 对手放下BH 而且没有第一时间升级三本 那么他肯定是有可能 二本要R一下 这样的话 我就要来防好对手的Rush 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双BB 刚刚在家里面 已经补上了又补上了一个BB 利用双BB的富度脉来 压制好对手 对手 Space选择了买黑暗游侠 黑暗游侠 这边 这个水人需要我的反补调 一个富特曼来反补调 不给对手经验 对手DK还是只有一几 在这个时候只有这么点骷髅的话 只有四个蜘蛛的话 这波操作带给我的压力 应该不会特别的大 OK这边 这个蜘蛛顺利的解决掉 然后同时现在 把红血的这些富特曼都拉回去 还过来了一条狗啊 这条狗有点与众不同 不知道是不是身上带了一个宝物 然后来生了背包来送宝物的吧 然后同时呢 我利用这个时间 他不断的在分框 加固分框的这个防守 一定要把分框的防守力量也给做好 然后同时呢 第一时间来杀掉这些蜘蛛 因为蜘蛛的话 这个时候如果打DK和打DR的话 倒不是特别的划算 因为DK和DR他的移动速度很快 而且可以随时的逃命 然后这边只要防防止好 对手来围你的大法师 然后等说就这个时候 如果看什么 可以说就是说看什么 不顺眼就打什么吧 就是说哪个比较靠近 然后你就优先击杀掉哪个 当然盒子也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就是说是打掉这个加血的盒子 否则的话一个盒子的输出 远远要大于你的想象 在很早的时候 我们打TD的时候 总是忽略掉这样一个盒子 觉得一个盒子的这个回血速度 应该没 应该无所谓吧 但后来我们发现这个 不死度这个盒子 在这个时候 它起到作用 真的比可以说 比一张恢复卷轴的时候 起到作用都要大量很多 好 从这边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民兵 然后一个双线的一个包抄 双线的一个包抄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会拉出来防部机器人 来一起来来打 这时候是一波 是对手Rush很稀奇的一波 如果防不好的话 就很有可能在这一波 要吃上很大的亏 但是幸好我选择了一个双BB Foodman的这样一个打法 就是说在这个兵力上 还是不落后的 如果有些玩家 他现在用的是 比如说是单BBFoodman的话 很可能你的Foodman就不够 那么在这一波的话 你可能就会 很有可能被对手 这一波会压制的特别惨 所以在这个细节上 大家以后有空了 也可以注意好 这个双BBFoodman 我可以看到 就在这时候 还是不太怕和对手 去换这些 换这些东西的 同时主矿农民 刚刚当时拉出有点多 说有点缺农民 我现在只好就说是 来用采金的农民来 采金的农民来造塔了 其实刚刚没有 我觉得也 现在来反思的话 刚刚应该是没有必要来 拉上这些 就内部农民可以拉上去之后 应该早点就拉回去 因为这些 我们刚刚看到一大堆的骷炉 都是因为农民的血太少 被对手第一时间给打掉的 看到Go Space 这个操作还是很犀利的 他还是很有意识的过来 点掉了我大法人身上的 两个恢复 两个正在恢复的一个状态 一个是加血 一个恢复魔法的 两个道具都被他点掉了 然后这边我是一个48人口 但是我选择的是 我选择了直升三本 直升三本 因为现在我的Foodman太多了 反而我觉得 需要 展示一下我的Foodman的威力了 刚好看到对手 加是在升本 说这波必须来压一下 对手家里面没有这个通灵塔 任何一个通灵塔的没有 虽然压制UD加不是一件很明智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对手家 没有通灵塔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来压制上一下的 这个时候只是AM前期 我没有注意好 对手DK应该不是有很多魔法吧 还是有魔法的 加上了一发C 然后把Foodman都分开了 然后小迪都分开 然后来击杀这样的蜘蛛 其实我这波也是有意的来换上一下 拿Foodman来腾护一下人口 因为马上要出破法等等一些 一些建筑 但是等等一些兵种 但在出这些兵种之前 我还不想太早的来破上人口 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自己 能够用Foodman来换到一些人口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步好像我压过来之后 有点亏啊 因为对手的三本好像是一个刚好 过来的时候是一个刚好生好的一个状态 这些 刚刚去了48人口的Foodman 现在只有32人口 等于说损失了16人口 也就是8个Foodman 真的有点不太合算 说说 刚刚如果我在对手家门口 拿这Foodman来压制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这个细节需要注意好以后 在这个方面 这个细节要注意好以后 就是说 要把自己的兵力 就是说用到 用到最恰当的地方 最合适的时机 不要盲目的决定了一件事之后 就不加思考的来 来做 一定要就是对自己有个反思 我觉得 就像做某 每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反过你自己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这么打 这个打 这么打好吗 是否还有比这个 打法更好的 路径来选择 OK这边呢 我们看到果然是三本生好之后 Space选择了第一时间来 买上了这样一个 来找上了绿血 同时绿血也已经带球了 虽然我刚刚很想进来 杀掉这样两个蜘蛛 我现在决定要来买 伐木机器人 同时来抢飞艇 同时来抢飞艇 但是这个飞艇 我还是晚了一点 因为刚刚钱不够 买了伐木机器人之后 现在才刚好够买飞艇的钱 但对手Space已经买上飞艇了 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教大家一个细节 就是说很多时候 大家可能会来 去杀DK 或者说是 杀第二英雄 就是说可能杀DR等等之类的 但是其实最佳的结果 是应该来打Lich 为什么来打Lich呢 因为Lich是这个时候 攻击输出最高的一个单位 他只要一直的 不停站在那里的输出 因为他带上了这个 腐蚀之球之后 他就像一把AWP一样 他可以一直永远的 不停的捡你的防 同时给其他作战单位 提供最大的输出伤害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应该去打Lich 你杀Lich之后 他Lich就站不住脚 因为Lich的血本来就少 然后你再加上 你打Lich 不停的打Lich的话 就可以 让对手的DK 也不停的把C 用在这个Lich身上 然后自然对手的DK的C 也没有办法来 C上你的 也没有办法来C 你的这个其他的一些 英雄了 等等这些东西 除了交战的时候 也是有这些细节上的注意的 很多时候 当然可能每个职业玩家 跟每个职业玩家 习惯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自己的理解吧 我觉得最起码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所以说有 有觉得有道理 大家也可以就是来尝试上以后 OK 这边稳 为了稳健期间 毕竟比赛吧 很多时候 可能我现在有些时候 一些打法是比较偏稳的 所以我选择了 在主矿期许的补塔 因为这个时候 我还是比较害怕 万一对手一波毁灭 来弱过来的话 我还是比较难受的 那这时候有个弊端 就已经看出来了 因为前期的富特曼送的有点多 导致我现在MF的速度 不是特别的快 而且这个破法的话 数量也上不去 因为我现在已经升三本了 一直出破法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其实我还是应该在刚刚有富特曼 很多情况下 选择给对手一个威慑力 同时呢 自己家里面早点补上三本的一些建筑 然后在三本的时候 可以第一时间出试旧了 骑士了等等这些作战单位 来针对好对手 但可能因为是一个凌晨的比赛 自己的头脑也不是特别的清醒 但不管清醒不清醒 现在就是说解除到这些 就希望这些解除 可以给自己带来 就是更深的影响 更深的记忆吧 以后 Space这边还是选择了一个继续压制 继续压制一个打法 但是现在呢 我选择了爆人口 用这个 已经开始选择爆人口了 同时呢 因为之前没有 很早的放上BW 导致我现在出不了骑士 而且也没有 并没有补上BG 也就是说我们的施旧龙 所以说现在我还是有点被动 在这个时候 既然有点被动的话 那就干脆去找对手换家吧 如果是大家现在在打的话 不知道大家会去选择什么 可能大家有的人会去选择回救 或者是选择跟对手去硬拼这波 其实我觉得这些选择不是最佳的选择 现在跟对手换家的选择 应该是现在来看的话 也是我认为是现在来看 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毕竟就是对手没有开分框的情况下 再加上你的分框 还有三到四根塔 如果他要强拆的话 还是要拆比较久的时间的 说这时候我选择来换家 来拆掉对手两三个建筑 然后同时呢 自己可以第一时间再回去 然后这个时候对手如果再 再次进攻到我的分框的话 我就有了一个喘息的时间 同时呢 自己的骑士也是在不停的出 说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选择继续MF 或者继续换家 都是可以的选择 然后和对手换过一次之后 然后这时候我的人口也上来了 如果就是说是买好道具 再跟对手比拼的话 也不是很害怕 但是最好的情况 就是让MK等级稍微高点 帕阿丁等级也高点 如果你有一个333的英雄 比如三级的MK 加上三级的帕阿丁 那么自然就可以更好地发挥 英雄的优势 因为很多时候MK和帕阿丁 他们的等级 可以说任何英雄 三级和二级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差异 很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说在这点上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好 有的时候三级的英雄 比二级的英雄要厉害上很多 现在这个时候 我选择了回城 虽然英雄 就是说因为刚刚对手的部队 有点深入的分框了 我觉得现在来进攻过来 是不错的选择 同时我的道具都已经买好了 说有的时候交战的时候 只要你道具齐全的情况下 比其他一切都要好很多 但是我看到 对手放出来一本酷如书 有点出我的意料 所以说我就不会 我暂时选择了后退一下 因为自己分框还是有塔的 不怕对手来来打的 而且我刚刚也杀掉 对手好几个单位 只需要再把对手 吸引到塔的这边 然后再次选择部队的插入 事实的这个 从这个战场上切入 再次选择部队切入 同时呢 对手不打的时候 我就农民去采矿 对手打的时候 我的部队再次来切入 和对手进行多次的 这个战断上的纠缠 所以说从战略上意向来说 你一定要 就是说发挥好 自己的一些地形优势 以及自己的这种 科技优势等等等等 太多的方面 然后这边我现在选择了 来秒DK 秒DK OK 秒掉了 然后这边给帕丁加血 不是给那个 其实还没有加上 但是DK死了之后 自然对手的这些英雄 就不怕了 先是Lich 现在再是DR 这个DR恐怕也是很难跑掉吧 一个骑士追过去 没有上飞艇 果然是没有上去 骑士的移动速度 居然比DK还要快 让我意外了 我们看到Space打出了机器 OK 这就是今天的 给大家带来的第一视角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谢谢大家